光是上個月一連四天 工作都超過了十五個小時 看在這名勞動部北分署的公務員媽媽眼中 心都碎了 字字句句男演白髮人送黑髮人的悲痛 同時感謝各界的關心 對她的離去萬分哀痛震驚 也想知道她在工作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受到什麼巨大的壓力 讓她忍心拋下摯愛的家人們 但是謝宜隆一開始卻要同仁不要 以而傳而 無信公務員最後留下兩封遺書 一封給家人 一封給同事 雖然沒有提到職場霸凌 但坦言自己壓力很大 感謝同事們的照顧 但是北檢卻先把遺書回傳給謝宜隆看 第一時間是要給家屬看 那怎麼會去給北署的人看呢 請問一下這到底發生什麼事 檢察官是認為說這中間有什麼 必須要先去給北署知道的嗎 為什麼除了檢調手上有意外 就是傳給了這個分署長 他是加害人耶 事件到現在發生第19天 勞動部長何佩山請辭獲准 一手把鑿謝宜隆的直屬長官蔡孟良 交情頗好的勞動次長許傳勝 前勞動部長許明春到現在都還在切割 部長是他的靠山 次長是他的好朋友 直屬長官蔡孟良是跟他一夥的 所以他當然是客誰和拔戶 林竹芬甚至爆料許明春出門要送禮 都是謝宜隆在幫他張羅的 出去外面吃飯喝酒 這個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甚至許前部長的部長辦公室裡面 還有廚房出事了就切割謝宜隆 這個謝宜隆心裡面他的心情情何以堪 網友與狂酸 哪個派系養出來的人渣就要領回去負責啊 那傢伙像是垃圾的話 那所有無法處理到他的 都是垃圾中的垃圾 也難怪媽媽只求不要官官相戶 也要還兒子一個清白 記者綜合報導 好 繼續來關心一下 那現在大家最眾所矚目的焦點 就是這個勞動部長的霸凌事件 昨天深夜傳來了一個震撼彈 我滑手機看到這個快訊進來 覺得自己是不是眼花有沒有看錯 好 確定是無誤了 這個接任的消息 走了一個何佩山來了一個誰呢 新任勞動部長即將要由民進黨立委 洪生漢來接任 好 大家第一時間很錯愕 因為洪生漢他是有什麼資格 來進入到比較偏勞工領域的最快呢 畢竟他過去是比較深根在環保的議題 其實在勞工權益的這一塊 他的涉入是沒有這麼深 所以現在朝野之間好像有一些議論出來 會不會這背後跟他的派系又有關聯嗎 因為其實洪生漢他又是一個泛賴體系的人馬 難免會有一些聯想 那洪生漢他受到矚目的呢 還有他是有著全立法院裡頭 號稱是最赤平立委的封號 因為呢他申報財產名下是無房無車 好像長期以來沒有掙到什麼錢 這一點也被拿來討論了一下 那另外過去他比較相對起來 大家以為他會進入到的領域應該是 來接這個環境部的部分 但是現在已經確定了 由他來接任新任勞動部長 好 立委李燕秀就說了 洪生漢不會有蜜月期的 雖然過去他在立法院也是非常的強悍 但是現在當了勞動部長之後 立法院對他的監督勢必會更加的強烈 因為民進黨的用人邏輯認為看不懂 瞠目結舌 洪生漢的專長是氣候環境 卻被找去勞動部救火 認為這就是一個挖東牆補西牆的概念 不是財也不是所 好 現在看起來好像賴清德在用人的這一方面 好像被自己盯得滿頭包出錯不斷 所以現在有個風聲出來 會不會他開始要把用人的權力下放到 這個行政院長卓榮泰身上呢 人事主導權 是不是現在卓榮泰有爭取回一些 和洪生漢都是民主活水泛賴系的成員 從總預算讓步到勞動部長的任命 聲勢諜谷底的賴清德顯然必須要下放更多的權力嗎 好 今天跟我們加入視訊會談的是 孫大謙 大謙哥 早安 謝謝 宥嘉早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早 好 相信你昨天深夜看到這個接任的消息 應該也滿錯愕傻眼的 我們說這個坐著直升機上來的謝怡榮 他直接害走了一個勞動部長何沛山 結果來了一個同樣也是被說是做直升機 他過去的專長是比較偏向氣候環境 而且現在其實爆出洪生漢過去 他早就聽過謝怡榮的鬼故事 但是也沒有作為 好 那他來接任勞動部長 這您怎麼看呢 是不是很多怪怪的地方 當然因為如果了解洪生漢背景的朋友 就知道說洪生漢長期來跟環團的關係相對比較密切 也就是說他長期來是較為偏向於環保議題的 關於氣候變遷 那麼環團的這個代表忽然來接這個勞動部 那當然會讓外界覺得說民進黨 難道真的沒有人可以用了嗎 而且大家仔細注意一下勞動部 其實勞動部從當年陳菊在擔任勞委會的時候 其實長期以來 勞動部一直有很深的這個局系色彩在裡頭 包含像曲明春 包含像謝怡榮 其實都是如此 那麼當然這是第一次 就是顯然賴清德要把勞動部從局系的手上 這個稍微拿回來 就是不再以局系的人馬或者局系推薦的人馬為主了 那對於賴清德來講 當然他跟這個卓榮泰是屬於同一個派系的 所以都是屬於泛賴系的 那你說這究竟是不是下放人事權 我是打了一個問號的原因是因為 對賴清德來講 這個卓榮泰跟洪生漢如果都是泛賴系的 也就沒有所謂下放人事權的問題了 那麼而且仔細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賴清德在這段時間 各種大小官員的任命上 其實都是用人為親 就以自己的派系為主 那麼他很顯然的就是想把這個權力 能夠如必實質的來做一個操控 但是這個洪生漢接了這個位置之後 究竟能不能做好 那麼這又是另外一個問題了 那當然其實很多人講不是財不是所 可是民進黨其實從這個執政以來 他用的人大部分都是不適財不適所的 所以後來就會出了很多包 後來又成為一些短命的閣員 短命的官員 這種情況比比皆是 那麼所以從這次謝宜榮的事件 引爆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民進黨內的這些官員 不管是事務官或者是政務官 幾乎都是坐著直升機升上來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這些官員對於屬下的這種遺址氣勢 暴凌壓榨的這種霸凌壓榨的這種情況 是比比皆是 這個到最近任何期間爆發之後 我們看到各個部門都有類似的情況 那麼如果大家再仔細看一下說 在各個部門裡頭會霸凌下屬的這些官員 這些事務官究竟從哪來的 你就會發現這些人都是坐直升機上來的 那麼為什麼他們敢這樣去霸凌下屬 甚至最後連這個他們的長官 在做調查的時候都要放水 那麼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們背後的靠山印 他們背後有很大的政治力量在支撐 所以他們毫無畏懼有為所欲為 這個完全是不在乎現有的一些相關的法令跟規定了 而他們的長官也礙於這些下屬的背後 有特殊的政治力量在支撐 所以在面對這個真正被霸凌的這些屬下 這個提出申訴的時候 往往都以重放放這個的方式 把它這個高高舉起輕輕放下了 所以其實如果民進黨用人的方式始終不變 那麼當然我很擔心我們在這個公務體系裡 未來這種霸凌践踏屬下追嚴這種情況 恐怕還是很難以杜絕的 K.S.Royal Face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它添加五種EGF 專門防止肌膚老化 強化皮膚修復 增加肌膚彈性水嫩 輕鬆複平皺紋 換回青春自信 K.S.Royal Face皇家顏值逆時奇蹟 活膚露全俏精華 精華霜即刻啟動動靈密碼 K.S.Royal Face